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Lily 陈景春 非常高兴今天看到我的老朋友 曹平霞 早远从台湾来 来卖了房子又要回去住了 就不再过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很简便地请她吃北京烤鸭 还要待会儿她女儿也会来 见到老朋友真是很高兴 不过想到台湾的时机就是永远都是很担忧的 反正说来说去我就是挺韩国瑜 要是不是韩国瑜我就不会回去投票 谢谢大家 好 平霞你好 我是陈庄飞 我在华府待了很久了 我和Lily一起组了公司 现在公司卖掉以后 我们就在进行社区的一些工作 一般来说都是我出去打头阵 她就是在背后支持我 但这一次我们后援会她是总召 我做总干事 所以我现在在为她服务 然后每天就听她告诉我 韩国瑜多可爱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被她教育成功 实际上来说 我们对韩国瑜是抱了很大的期望 因为我觉得很少看到一个政治人物 甚至包括在美国我们观察到政治人物 很少能够去那么关心老博信 真正的这个你看她下到这个水沟里去 看这个苏瑞的工作 苏印的工作 然后她去爬到树上去找这个 那个灯格热的有没有文字出唐在哪 这些事情是一般政治人物不虚做的事情 但她就是一个孰明总统 她什么事都愿意做 而且她跟老博信打成一片 能够在高雄那个局面下 一个这个挖地三尺都是绿色的游出来的这个地方 她会赢到了这场选举 所以大家从那一点以后就是非常的这个佩服她 也很爱戴她 那当然国民党现在出了一些小的纠纷 这个搞得大家心中很不安 但我个人我是个乐观的人 我认为这个韩国瑜是绝对会胜利 那我们也尽一切力量来支持她 此一刻呢我们的这个后院会 在积极的这个号召我们的会员们呢 大家买票 回去投这一票 因为真正这个能够算数的就是这个选票 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处发起一个募捐 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把我们的心意表达出来 捐一些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给这个韩国瑜的阵营 让她能够这个非常成功 所以非常感谢这次评想回来 我们后院会的几位 大家可以在一块谈谈这些事情 把心中的这个这个气发泄一下 我们还是支持韩国瑜到底 好谢谢 你好我是陈壮行 我是陈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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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是陈壮行的 那当然是陈壮行的 我说也算是干事 钢铁韩家军 对对对 钢铁韩家军 钢铁韩家军 非常这个 看着目前台湾的这个局势 真的这些年太忧心了 太伤心了 尤其这个民进党 把这个整个这么美好一个宝岛 中华民国搞得完全颠覆掉了 这个人民的军工教啊 这些的这个好的日子也都过去了 被这个破坏得很厉害 所以这一次能够看到韩市长 这个能够出来带领这个顺民 为这个中华民国再做最后一拼 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一定会全力支持 谢谢 好 嗨 平家您好 我的名字叫饶世勇 虽然我们初次见面 但这个对你已经久仰很久了 那这一次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 韩粉见面 再把这个气势把它壮大起来 我们对你这种努力非常的敬佩 我们这里的韩粉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团结 在这个Lily跟庄飞两位 这个好朋友领导之下 这个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message 希望借用这个机会 pass到台湾去 希望台湾第一个国民党内部一定要团结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对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选民 我们要下一点功夫 因为这个年轻选民好像对我们中国人这种认同 这三个字 中国人的认同有了一些偏差 因为台湾这几年轻改的问题 弄得大家都好像都有点离心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海外的朋友都非常的痛心 希望这两点能够加强 好吧 我就说到这里 韩粉 我们韩国瑜一定会当选 我相信 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能够 这个当选的这个比例提高 这样子 让大家更能够振奋人心 OK 厉害小姐你好 我是Jason Lee 李嘉胜 华府华人工学会会长 也是同时大华府韩国瑜后援会的那个干事 我很高兴这次能够参加我们历历姐 跟那个陈壮飞陈博士 所召集的这个大华府韩国瑜后援会 那帮助韩国瑜当选2020的总统 是我们所有全中华民国国民 包括海外侨胞的一致的心愿 那我希望国民党的中央高层 不要误判情势 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人民的爸爸 也不是来管理人民的 他们要倾听的是人民的声音 而不是说告诉人民我要你怎么做 希望国民党中央高层能够了解 而不要误判情势 现在根据我的了解 台湾的庶民基层 基本上已经整合完成了 大家团结一致 只有一个目标 大家就是韩国瑜2020的总统 我们必胜 你中央高层如果不愿意follow我们 不愿意倾听我们 到最后你就是被淘汰在历史的灰烬里面 谢谢 总而言之总之2020 韩国瑜一定要当选 国民党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当选 就这样子 最重要